化疗期间这十件事别做家属帮忙记下来 化疗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因为化疗在杀伤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难免会伤害一些增长快的正常细胞 导致出现一些副反应 比如白细胞减少脱发 恶心 呕吐 溃疡 排便习惯改变等等 有时一些较为严重的副作用 还会让患者痛苦不堪 那在化疗期间 患者能够做什么来帮助减少化疗对身体的伤害 减轻副作用呢 今天徐医生带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 化疗期间注意尽量不吃生肉或者海鲜 第二 不吃可能加重化疗副反应的食物 避免油腻 粗硬 味道太浓或者辛辣刺激的食物 以免加重化疗的副反应 第三 正确用药 严格按照医生的主副用药 按时按量吃药 不能随便吃别人的药 更不能吃残留或者过期的药物 用药期间只要出现任何的副作用 请及时告诉您的主管医生 不管用哪种非处方药物前 都需要提前咨询医生 第四 不抽烟 烟草中含有数千种有害物质 所以对于需要化疗的人来说 吸烟不仅会加剧化疗对身体的伤害 还会降低免疫力 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第五 不喝酒 如果在化疗期间喝酒 不仅会增加肝脏负担 还可能与化疗药物发生相互的作用 从而减少化疗的效果 增加化疗的不良反应 第六 避免怀孕 如果夫妻任意一方正处于化疗期间 应该避免怀孕 因为化疗药物会随着血液循环 进入器官和组织 损害精子和卵气胞 这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容易引发胎儿畸形 第七 要改变家庭清洁的习惯 化疗后患者身体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能把药物完全排除 在此期间 家人在清理患者的体液 包括尿液 粪便 眼泪 呕吐物 以及为患者清理衣物的时候 应戴上手套 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的体液 应该用肥皂和水彻底的洗手 第八 不要与传染病患者密切的接触 第九 不要太过于劳累 第十 不要汇集记忆 在化疗过程中 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和问题 此时不要汇集记忆 请主动咨询医生 与医生交流 告知自己的症状 疑虑和感受等等 从而为调整制定更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第七COM感受甲微博尿计隔离由